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國頻道,我是天神 接下來就會推出King專武 每次反場之後都會搭專屬招募給你抽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想 我的專屬招募券究竟留給哪一隻限時角比較好呢? 天神國就會推出一系列的專武特輯 介紹不同角色的專武究竟有什麼特別和能力加成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天神國,多謝大家 總結了這麼多隻之後我會做一個對比 幫大家分析一下抽哪一隻是最划算和配合什麼陣容 我們現在先看最多人關心的殭屍藍 因為他就是殭屍藍的核心 我們要先看看他的絕技 復獸砍砍對單體目標5連擊造成240%攻擊力的傷害 同時恢復友方全體100%攻擊力的生命值 其實單體輸出來的240%攻擊力已經不差 其實是非常之痛的 平時我拿著這個絕技打阿修羅獨角 尤其是上了受傷耐性效果的時候 這招打下去更加痛的 所以我覺得不錯 而且每次趴在這時他起身 其實多數都有能量用 因為如果場上剩下兩三個隊友 殭屍藍可以出絕技的機會是非常之大 當然你要放在4-5速那裡 然後打下去240攻擊力真的有機會幫你打死對面的主力 尤其是打坦克 殭屍藍可以幫你打進 之後他回血回全體100%攻擊力的生命值 其實都是回得很多 我們看看其他人 King未有專武的時候 其實都是回50%的攻擊力 這個蚊女也是用攻擊力計算的 但是他每次回兩個隊友 之後都是100%攻擊力 但是殭屍藍這個絕技 就回全體六隻一起回100%攻擊力的生命值 其實是真的幾多 每次你快要殘血的時候 你一出到絕技 其實都可能是救你一命的 即是他既可以輸出又可以回血 其實是好用的 我建議大家可以僅次於獨角仙之後 出這個殭屍藍絕技 看看如果我們的專武有什麼特別 那動畫那裏 待會也會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都是真的幾型 我現在看看這個超伏獸劈坎 對單體目標5連擊 造成300%攻擊力的傷害 然後對比剛剛的240% 多了60%的攻擊力傷害 同時恢復友方150%攻擊力的生命值 我們兩個對比一下 我現在拍在一起 即是你看到 左手邊是沒有專武的 右手邊是有專武的 你有多了60%的攻擊力 然後回血那裏 亦是回多了50%的攻擊力生命值 其實他的CP值也是挺高的 那你說對比平時 阿修羅獨角仙專武 可能單體又打多了50%攻擊力 之後回血又回多了10% 但他也是回自己血 但殭屍藍這一個是回全體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150%全體血其實是會很多的 那單體目標還多了60%攻擊力 所以我覺得呢 殭屍藍專武的CP值也是算高的 而且呢 我想三個月後應該會出殭屍藍專武 那現在開始 如果你一直有儲這個專屬招募卷 尤其是小貨和無貨 應該有機會去到那時候 就不需要課金 就保底拿到殭屍藍專武的封衣了 所以大家如果 對殭屍藍專武有興趣呢 千萬呢 要留住那些券 就不要在那裡抽 那我通常都不會亂用的 因為你都沒有得薄的 因為一定是保底才拿到那件專武的 那另外再說多一點呢 就是殭屍藍這個專武呢 其實是可以經常用到 因為當你 如果你打到四五回合 那時候呢 其實多數都是死證殭屍藍 和坦或者一隻輸出 那時候呢 你殭屍藍趴下的時候 其實呢 一起身是一定有能量 給你去用那個絕技 那變相呢 如果你五星六次 那其實可以用多 就是最多可以用六次這個絕技 那其實都是多少 沒什麼角色可以用這麼多次的了 因為殭屍藍他有這個再生能力 那令到他呢 出絕技是一個保證 每次到他那時候呢 他都會起身 那如果有能量呢 就用這個絕技 所以我覺得這個絕技的出現率呢 是非常之高的 那相對於可能是金屬騎士啊 這些呢 那我通常出完技 就被人打死了 就沒得出 那但是殭屍藍呢 因為他有個再生被動呢 那令到他這個絕技 是可以整天出的 那所以大家都是可以 值得留意啊 那我下一集呢 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KING的專武 之後再和大家做一個對比 那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天神國 那多謝大家 KING的專武 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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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愉快